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新八国联军已经初步行程出行 并且本月要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据这个泰国媒体报道 人们盼望已久的新八国联军已经初步成行 他们本个月将在台湾东部海域 以及台湾北部海域 也就是中国的东海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实际上这是捍卫台湾自由的军事演习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警告中共 不要对台湾进行任何侵略行为 因为联军通过演习就能够非常熟悉 台湾东部与北部海域的状况 也就是说一旦爆发战争 这个新八国联军就能够支援台湾军队抵抗中共侵略 就有了可靠的后勤供应通道 因为台湾的北部地区正是跟日本相交的一段海域 而东部地区则是比如说整个联军一个大的后勤通道 所以这就使得无论是从日本还是从美国北太平洋的军事基地 如关岛珍珠港等地派遣运输船 运送大量的军需用品 撑炮弹药给台湾 那就可以很顺的 就可以源源不断确保台湾人有足够的武器弹药 来消灭来犯的共军 这支新八国联军的主力当然是美国英国日本 也就是跟上一次战争的情况类似 当然上一次战争的情况还有德军 不过更大量的是俄军 俄军因为当时突然派了十七万兵力 八国联军实际上加起来才一万多人 但是俄军没跟大家打招呼 他就派遣了另外派遣了十七万大军 一口气就占领了中国的满洲 也就是东山省 这一次的八国联军的主力 其实还有德国 但是我看到的另一个报道 说德国没有加入 可能他加入的人比较少 或者只派了一艘军舰 所以没有被正式列入 不管怎么说 这是二战以来 自由民主国家在中国周边的 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而且针对性非常明显 就是为了保卫台湾 这次军演的规模 包含了阵容 包括美国的航母舰队 英国的航母舰队 日本的准航母舰队 还有印度的航母舰队 这次演习显然标志着 英国海军已经重返东亚 因为英国海军自从新加坡的自由 新加坡跟美国签订军事协议 之后英国海军已经撤出了东亚地区 因为它在东亚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而且香港问题也达成了协议后来 但是现在中共撕毁了关于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 片面改变香港现状 迫使英国不得不承担大量的香港难民 而且中共又对国际社会发动病毒战 所有这些都使得英国人内心里充满了愤怒 所以英国政府呢 其实已经做好了打击中共的准备 而且呢 讲起来这个世界上 在最近中国近代史上 最近一百多年里面 从1840年开始到现在 180年里 真正最了解中国军事能力的国家 其实还是英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历史上呢 英国曾经三次以上单独或者结盟攻打中国 每次都是大获全胜 而且呢 英国每次动用的兵力 讲起来都可笑 都是区区几千人 就是不管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也就是英法联军占领北京 还是第三次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一年多的战役 英国人只派出区区几千人 甚至呢 在八国联军战役当中 英国派出的主战部队 居然是这个威海的一个中国人组成的一个保安营 不过这个保安营呢 四个年的连长通通都是英国人担任 所以它的战斗力立即相比于中国军队拓展了 这个二十倍以上 因为这个保安营区区几百人 大概七百多人 七百五十人的保安营 在攻打这个清军的时候呢 简直都是如入无人之境 他常常击败比他多十倍 乃至二十倍的这个满门帝国的这个主力军队 包括这个什么所谓蒙古铁骑 什么八骑子弟等等 打他们简直都是如同小菜一碟 事实上目前在中国南海耀武言威的 伊丽莎白女王号就有能力摧毁中国的全部海军 空军以及导弹与核武器 假如中共摆出正式要跟英国舰队决战的话 因为中共的军队呢 它虽然庞大 但是呢 它技术非常落后 而且呢 它的指挥官都普遍的非常愚蠢 应该说呢 中共解放军的战斗力呢 要低于萨达姆的伊拉克军队 或者呢 低于呢 南美洲的阿根廷军队 因为阿根廷军队毕竟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的军队 它实际上是相当强悍的 它比这个 它的强悍程度呢 可以跟这个当年的西班牙军队相比 我们知道西班牙军队 对于这个美洲 对于这个美洲的占领 还有在亚洲的军事行为 那时候常常只派出几百人 就能够击败当地数以千计 甚至数以万计的军队 比如说 在抚灭印加帝国的战役当中 西班牙的一支队伍呢 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人 就击败了印加国王 亲自率领的四万精锐中央军 1983年的时候呢 英国远征福克兰群岛 也就是中国所称的 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时候呢 英国甚至没有派遣正规航母 只派了一架 载有这个二十架要式 直升战斗机的准航母 也就是相当于 现在日本的那些准航母 就是属于护卫舰一类 伊丽莎白女王号呢 现在目前装备了强大的F35 这支空军可以很少中国军队 因为它是隐形战机 它可以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发动攻击而中国军队的雷达 甚至无法察觉它的到来 也不知道它怎么投弹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迎战 就像在黑夜当中 中国的军队都成了瞎子 而英国军队呢 却清清楚楚的知道 自己的攻击目标 以及危险在哪里 所以呢 这个这支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 F35战队呢 足以摧毁中国的这个 这个就是高技术的这些部队 也能够使用技术炸弹 来通过不太长的时间 就能消灭中国的整层建制的陆军部队 而且呢 如果真正中英进入浙战状态的话 就这支小小的英国军队 在摧毁了中国的这个海陆空军之后呢 就可以大力支援新疆西藏人的武装起义 他或者呢 彻底消灭香港及周边的共军 然后呢 再夺回香港 再把自由还给香港人民 而另一个这个 新八国联军的另一个国家 日本呢 一旦重新武装起来 那么消灭中共军队呢 就实际上易如反掌 因为以前呢 日军队 中共军队呢 基本上是一比三十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那时候战场上呢 随便一万中国军队 可以追击中国解放军的三十万军队 因为当时在华北呢 共军呢 有十多万盘踞在太行山里面 日军常常是出动几百人进行攻击 对八路军的总部进行攻击 这个日军 他的这个 跟共军相比呢 他实际上简直是 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消灭共军呢 就像割韭菜一样 轻松愉快 而且日本现在使用的呢 是高级的这个 这个就是机器式的这个 割韭菜的设备 也就是说呢 比起用镰刀割韭菜 要更是方便的多 因为共军呢 虽然把中国人民当成韭菜 但是呢 他们遇到日军 或者遇到美军呢 他们就成了韭菜 可以说是 根本就不堪一击 也就是说呢 日本也好 英国也好 都能够直截了当的 这个消灭中国军队 而且呢 能够对中国呢 像日军呢 他的陆基飞机 就可以直接飞到北京 狂轰滥炸 然后消灭中共中央 消灭国务院 消灭中央军委 这就马上让中国 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局面 因为中国各省 一旦知道头目都被消灭掉了 而且呢 交通断绝了 中国的每一个军区 甚至每一个省军区 都会独立 大家都会趁机 称王称霸 当然 他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向国际社会投降 他们就会采取一种 这个 接受国际社会管理的 比如说 向美军投降 向英军投降 或者向八国联军的 其他国家部队投降 印度韩国呢 其实都是中国的四筹 印度不用说了 跟中国打过仗 而且在边境尖锐对立 双方都摆了数十万大军 韩国实际上吃亏最大的 就是来自中共 所谓的朝鲜战争 令韩国几百万人 丧失生命 主要的 这个 杀害韩国人的凶手 应该说 就是中共的 所谓志愿军 实际上就是 中共的解放军 所以说呢 韩国人对中国人 实际上是充满了 刻骨铭心的仇恨 他们一旦跟中国军队 再次进入战争的话呢 那就会下手 可能是特别冷酷 特别残酷 澳大利亚呢 作为亚太地区 最有正义感的国家 其实也是软实力 最强大的国家 因为呢 澳大利亚 无论在哪方面 都比当年 征服世界的大英帝国 要强悍得多 澳大利亚早已经确定了 这个抗击中共 这个扩张 打击中共的 政治军事基本战略 实际上澳洲呢 打击中共呢 是它的地缘政治 所必须要的 荷兰泰国呢 参加这次 新八国联军演习呢 都表明他们在 遭受中共病毒的战略 中国病毒战的伤害之后呢 已经意识到了 必须围剿中共 然后世界才能太平 中共也意识到了 这个难以避免 新八国联军的军事打击 这两年呢 实际上从各方面 都在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包括大规模的 扩充预备役 加紧制造这个 各种军事装备 军舰飞机 什么坦克 大炮 甚至呢 推动人口畜生力 以便有更多的炮灰 为中共卖命 中共最新采取的措施呢 刚刚传来 是下令 征兵年龄放宽至26岁 以前呢 是只要18岁至20岁的 现在呢 一下子就扩展了 四倍的征兵这个范围 这样呢 就使得 中共的军队呢 就可以迅速的增加 加上中共呢 实际上还可以下调至16岁 或者进一步上调 年龄到28岁 30岁 32岁 这样中共的兵源基础就更大 其实呢 这个也从侧面反映出 中国扩军的劣度很大 而兵源呢 是不够了 比如说18至20岁的 这个符合条件当兵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中共呢 才不得不 这个放宽年龄 扩充兵源 准备迎战新八国联军 说明 检战新八国联军 字幕志愿者 在文字幕志愿者 在文字幕志愿者 谢谢大家